说起喜欢唱、跳、篮球的国内球员 第一人必是郭艾伦 从11年首次公开场合演出后 郭艾伦的演艺生涯一发不可收拾 今天就来盘点一下 郭艾伦的六大公开演出场面 11年3月的CBA全明星 是他首次在大众面前一展歌后 郭艾伦演唱了全明星主题曲《荣耀》 开始了他的演艺生涯 对于首次演唱的水准 郭艾伦的自我评价是还挺像样 这次演唱也被网友评为出道集巅峰 此后郭艾伦绿绿在公开场合秀歌迹 在缭栏背后的故事节目中 郭艾伦唱了一段张正月的再见 初次清唱还有些害羞 不过之后这首歌成为了郭艾伦走学 必唱曲目 16年4月在中国好家庭节目中 郭艾伦与郭世强父母一起参加的节目 他演唱了一曲《500的突然的自我》 成功把演艺厅变成了KTV 17年辽宁春晚上 郭艾伦非常卖力气的演艺了再出发 说唱歌还有华丽的韵球秀 一年后 辽兰4-0拿下广沙夺冠 在《我们是冠军》节目中 郭艾伦忘情献唱今天 郭世强乐得不行 贺天巨则表示早已习惯 而在央视21年跨年盛典上 郭艾伦与黄景瑜共同献唱《真心英雄》 艾伦仿佛唱出了自己的经历 也唱出了修音师的价值 当然啊 不能忘了郭艾伦真正展现实力的一次演唱 那是一次无伴奏阿卡贝拉演唱的《少年》 不得不说 郭艾伦的唱歌水准和周杰伦的篮球球技一样 那都是总统山级别练 自己唱的歌 你这感觉挺好听的 对对对对对